有一種不用考算的圖就是省時還是省力 等一下會出現所謂的第一類槓桿、第二類槓桿再說 就是要告訴你它是省時還是省力的 這是一個起釘器 然後呢這個支點在這裡 然後呢手叫做視力,盯著叫做抗力 然後呢這邊有個視力壁跟抗力壁,發生誰比較大? 視力壁大對不對? 然後視力壁乘以視力等於抗力壁乘以抗力 那因為視力壁大,所以視力就比較怎樣? 小 所以視力會比較小 所以呢它叫做省力的工具 好你要,它硬抗我有10公斤重 所以我只要出力2公斤重就要搬起來了 所以它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它就會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所以這個起釘器、拔釘器是一個省力的 因為它的視力壁比抗力壁來的大 但是,你彎的時候,你拔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手要拉這麼遠 它才會前進這麼一點點 所以你拉了5公分,它只上來1公分 所以你要走得遠 上來的少,就會如何? 廢死 就會廢死 所以它省力在怎樣? 廢死 視力壁比較大 它會省力,它就會廢死 那如果抗力壁大呢? 就會倒過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公物能源裡去想 因為做工的結果 就是能量的改變 那麼機械呢,不能夠省工 要得到5交 我就至少給它5交了 假設沒有摩擦、沒有損耗的話 所以,如果省力 F就會小,對不對? 可是S就要怎樣? 大 所以就會廢死 要走得比較久嘛 廢死 倒過來 如果廢力 F比較大 S就比較怎樣? 小 所以就可以怎麼樣? 省時 所以我說國中程度 省力的就會廢死 省時的就會廢力 省時的就會廢力 就是這個狀況 這叫做省時、省力 可以根據利弊誰大誰小 你就是說它是省力還是廢力 你就是說它是省時還是廢死 那就是等一下會出現的第一類槓桿 第二類槓桿 然後你判斷它到底是省力的工具 還是省時的工具 槓桿原理 施力力乘以施力 抗力力乘以抗力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施力力大就會怎樣? 省力 施力就會小一點,對不對? 如果抗力力大咧? 就會費力 就會怎樣? 省時 這就是所謂的判斷我是省時的還是省力的 好,我就看利弊誰比較大 施力力大的會省力 抗力力大的會省時 會省時 就是判斷的方式 看它的東西 好,這叫做有省時的或者省力的 當然講過 使用機器的目的力是為了什麼? 為了省時或者是為了省力 它也叫做什麼? 使用方便 使用方便 如果一樣大 就不會省時 也不會省力 但是會使用方便 比如說 一般的剪刀 支點在中間 然後呢 有施力壁跟抗力壁 發現兩個怎麼? 幾乎一樣 一樣的 可是有沒有省時有沒有省力? 沒有 可是會怎樣? 操作方便 你的手一壓 就剪出一條線來了 你的手一握 就剪出一條線來了 所以使用比較方便 所以它就是為了使用方便所造成的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事情 請你判斷 它是省時的工具 還是省夜工具 還是一個為了使用方便的工具 根據利弊來判斷 勢力壁大會省力 抗力壁大會省時 國中程度 省時的就會廢力 省力的就會廢死 這就是我們判斷的方式 OK嗎? OK